提到体育产业 我们就必须要提到一个文件 叫做国务院的46号文 它是在2014年10月份正式的发布 标志着中国体育产业改革的开始 什么是体育改革 在46号文发布之前 实际上我们说在中国是不存在所谓的体育产业的 为什么不存在 是因为在此之前 所有的体育资产 所有的体育IP 以及高水平运动员 他们的一些权利 基本上都集中在体制内 这个体制内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别 第一类叫做体育总局的体系 叫做体育系统 第二类叫做广电总局的体系 叫做广电系统 第三类叫做教育部的体系 叫做校运系统 比如说在体育系统里面 就是各种各样的国家队 然后他们所涵盖的 所拥有的赛事 这是包括全运会 以及我们说为奥运会服务的话 也基本上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来承担的 第二块在广电系统里面 我们知道上海的体育台 现在是叫做五星体育 五星体育手上是有一大堆体育IP的 在比如说河南卫视的话 它旗下有一档子武术伯基栏目 叫做武林峰 这个也是我们在运营的一个赛事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广电系统里面的 一个一档子赛事 在校园的系统里面的话 则包括我们说大超联赛 大体协以及很多比如说耐克高中联赛 简直是在网络上面掀起了一阵子热点的话题 这就是分布于三大块的这样一个体育的资产 那么在四十六号文之前 这三大块资产全部都在体制内 而我们知道你要跟国有企业做生意 甚至于他们有的都不是国有企业 而是事业单位 要跟他们去做生意的话 这个困难程度和沟通的难度 以及公关的成本可想而知 在四十六号文这个领域 我们需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四十六号文对于这个市场上 做的最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我们把赛事的审批权给取消掉了 把审批改成备案 审批改成备案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 我做一个赛事的组织方 我去举办一个赛事 我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的拿批文 以前都是叫做录条 而是说我把这个赛事的方案形成之后 我到各个地方去备案就可以了 实际上的话 2014年之后的话 整个市场上面出现的最大的变化 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整体的赛事市场是高度的繁荣 我们先不用管这个赛事 到底证明挣钱 实际上绝大多数赛事都是赔钱的 但是正是由于赛事的繁荣 我们才能够把整个的体育市场给烘托起来 烘托起来之后 然后各个消费者加入进来 整体的这个产业链才能够去赚通 这里必须要提出的一点是什么呢 即使改革在推进 这个行业在发展 绝大多数的这个体育资产的话 它的市场化的路径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蓝鞋的改革 做了一个拐门分离 把这个CBA这样一块资产从体制内拿到了市场上来 它整体的运作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 也是需要充分的考虑到体制内的这么一个利益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整个中国的体育产业给它拉开 有哪些领域是能够做到真正的市场化的呢 就是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领域到底有哪些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找来找去分析来分析去 只有两个 第一个叫做电竞 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 属于电竞 第二块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想一下 其实叫什么呢 其实叫做搏击 这是为什么当我们去看整体的赛事的这样一个分人程度的话 最多的 最大大小小的赛事 百花齐放的 一个叫电竞 一个叫搏击 马拉松这个领域 确实也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 但是马拉松我们说 它是一项城市名片运动 它的这个产权 它的品牌的话 是属于各个城市的 而不是属于市场的 这点一定要搞清楚 而搏击的赛事品牌 你比如说 武林峰 昏林爵 这些赛事品牌 再加上这个电竞的赛事品牌 LPL KPL 以及现在正在打的这个MSI 这些都是属于高度市场化的 你可能从事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垂直领域 我不是具体从事篮球的 我不是具体从事足球的 我是一些 从事这些为这个具体的垂直领域 所提供服务的那些个 领域 你比如说媒体版权 比如说这个体育营销 体育经济等等 我建议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 往这两个高度市场化的领域去放 为什么呢 好谈吗 你不需要费那么多的功夫 去和体制内的这个官员 去和那些人打交道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好的建议 实际上的话 对于绝大多数的 有志于往体育产业这个赛道上面 这个去做的人的话 他们多多少少 手里面是会有些资源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么你依托于自己的资源 去布局自己的公司的话 布局自己的业务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在46号年之后 实际上就是把很多体育资产 从体制内逐渐的释放出来 举个例子 46号年之后 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蓝鞋的管办分离的改革 蓝鞋的管办分离之后的话 把整个的管理和办赛的 两个环节给分开 分开来之后的话 那么在中智兰这家公司的层面上的话 就能够引入更多的商业元素 并且在商业权益的划分上面 取得更多的突破 因此我们看到的话 在CBA运行的第一年 就是2017年 实际上CBA的营业收入的水平的话 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之高 为什么 这个就是管办分离的一个直接的结果 管办分离就是 我们把一个原本属于国家体制内的 属于中国篮管中心的一块资产 拿到市场上来 按照市场化商业公司的路数来操作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除了蓝鞋的管门分离之外 这个市场上面有大量的赛事 它的运营权和商务权益 都在逐渐的从体制内往外走 你比如说大体鞋和阿里体育签署了运营权益 然后把它的商务和运营权 从这个大体鞋的一个协会实体 转移到了这个阿里体育 这么一个商业的主体里面来 20152016年那会的话 这个市场上面有一种说法叫做New Big Five 叫做5G头 也是当时行业泡沫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5G头分别是谁呢 有腾讯体育 有乐视体育 有华人体育 有苏宁体育 还有一个实际上叫做是阿里体育 这5G头在当时的市场上面成为了买买买的主力 举个例子 中超的版权是体育动力拿的 那么体育动力是华人文化投资产业投资基金 它的portfolio 它的子公司 比如说体育动力是华人文化投的一个标的公司 它拿了以80个亿的价格 以5年80个价格拿下了中超的版权 那么谁接的中超的版权呢 是乐视体育 乐视体育融资80个亿 其中有13.5个亿 是要用于采购中超的版权的 那么这样一个交易的最后的结果 长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报道里面看出来 融创的孙宏斌在接盘了乐视的体系了之后 他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乐视体育13.5个亿 一年拿了中超的版权 一年之后的话 从中超这个版权里面所获得的营业收入 只有区区5000万 也就是说在中超这个项目上面 乐视体育拒亏13个亿 这样子的亏损的话 不是任何的公司和资本所能够接受的 而且这样子的亏损绵绵无绝期 事实上的话 在进入到2017 2018年之后 即使是有巨头支撑的体育动力 也撑不下去了 这个撑不下去体现在 体育动力和中超公司 重新的协商这个版权的价格 把5年80个亿 然后延展到了10年110个亿 把它的平均价格给降下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整体的运营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乐视体育一年能够 正能够回5000万 那你体肖动力也好 或者是现在接盘 中超版权的苏宁体育也好的话 你的整个的商用能力 能不能够比乐视体育更强呢 目前来的话或许会更强 但是并不会有非常质的改变 这个是中超版权的这个故事 中超版权一口气串起来了 华人文化 这个乐视体育和苏宁体育 其他的巨头 我们说除了腾讯体育之外 这个五大巨头的话 活得都不咋地 腾讯体育可能是五大巨头里面 唯一跑出来的 而它之所以能够跑出来 也是得益于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得益于它的流量 腾讯体育实际上拿着整个腾讯系的体育流量 然后在这里把整个的版权给它运营下来了 然后第二个也得益于它的谨慎 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到这个版权的争夺战之中 目前来看的话 腾讯拿的最核心的版权是谁 是NBA 而且这个价格相对来说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据我们所知 腾讯体育在运营NBA的第一年 便实行了盈亏平衡 然后从第二年开始的话 应该是能够实现 逐步实现盈利的 如此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能够使得腾讯 整个的集团 包括它的整个的文娱板块 能够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都投入到腾讯NBA的一个运作中来 目前来看的话 NBA也是这个整个海外的赛事IP 也在中国做的最好的一个 也因为如此 这个腾讯体育 它没有跟其他的这些巨头 同步的陨落 阿里体育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刚刚才做完融资 它做完融资之后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动作 实际上是把大体鞋给牵下来了 大体鞋牵下来之后 它要在大学生这个层面上面 做更多的事情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创业者来讲的话 巨头在哪 巨头就摆在这 如果你想做篮球相关的创业 尤其是内容创业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去跟腾讯NBA 需要跟他们去做深度的交流 为什么呢 因为全网的篮球流量 绝大部分都在腾讯 如果你想做大学生的体育 想去技巧员 那么你就需要跟阿里体育去沟通 去交流 我该怎么样去欠缘到 服务你所拥有 所运营的这么一个IP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一些 很多其他的业务的话 那么你也要相应的 找到你这个行业的一个火车头 找到一个龙头 然后让它带着你跑 因为整体的产业发展的话 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一整条产业链 只有整个产业链在持续不断的往前进 往前推 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发掘到新的业务机会 然后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其实腾讯体育它牛就牛在第一台NBA 第二 其实腾讯体育还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电竞的联赛 虽然说我们不知道 这个电竞的联赛 是不是属于腾讯的体育 这么一个平台的范畴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属于整个腾讯体系的 也就是说 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几大巨头里面 能够看到很明显的发展前景的 还是腾讯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国运四十六号文 它对于中国的体育创业者来讲的话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基础创考 要注意 这个是2014年10月份颁发的文件 从2014年10月颁布至今 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中国的体育产业发展 目前来看的话 是得失 至少是一半一半 甚至于 失要比得要多 怎么讲 体育产业它并不是一个 很容易就能够被资本催熟的一个行业 它是一个很慢的行业 体现在什么呢 有两个慢 第一个慢 叫做赛事品牌的养成周期很慢 第二个慢 叫做运动员的 这个进气水平提升的周期 也很慢 正因为这两个慢 所以导致资本的快速涌入之后 把整体的体育资产的价格 推到了一个极其高昂的一个地步 那么在这样一个水平之下的话 很快 由于见不到很相应的理想的回报 啪的一声 整个泡沫就要破灭了 泡沫破灭之后的话 体育资本市场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冻结了 我们从一些数据上来看的话 2015年2016年那会儿的体育投资的话 每年的投资的话 基本上能够达到150亿甚至180个以上 2016年尤其的高 为什么呢 因为2016年乐视体育就占了80个亿 但是进入了2017年之后的话 整个的体育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 2017年的话 这个综合看起来的话 整个体育资本市场的整体的投资规模 大概也就是在不到百亿的水平 比起2016年是 基本上是一个拦腰斩的一个状态 说明了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回落 在这个回落之下的话 资本受伤了 创业者也很难找到钱等等 整个行业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之后 再往里面去扎 已经是一个要出成绩 要看业绩 要没有那么多故事 没有那么多水分 可以讲的这个时期了 碰碰碰退去之后 体育创业进入一个冷静期 对于这个体育行业的创业者来讲的话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反复打磨我们的商业模式 我们不能够再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看的 而一定要为这个故事 找一条非常切实可行的 能够脚踏实地 把成绩给干出来的这条路径 这是很重要一点 第二个方面 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是体育改革它并没有停滞 而是一直在循序的渐进 为体育创业是提供了更好的土壤 它一旦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 能够从体制内 从一个这个比较高度集权的一个状态 逐渐的分散到市场的各个角度里面去 这个其实是当前创业者 所必须要抓住的一个契机 是什么契机呢 怎么样去服务于这些 逐步的从国家体制内所释放出来的 这些体育资产的这么一个器杰 归根结底的话 整个体育产业都是围绕着体育IP的 是要为这些体育IP提供服务的 我们一定需要在这个IP的市场化过程之中 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来确定好 我能够为体育IP提供些什么服务 不管是场馆运营的服务 还是营销服务 提供商业化 还是提供这些个训练服务 我能够发挥我在训练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 提升这些IP的经济水平等等 结合自身的优势 服务于体育IP 这个是目前来看的话 在体育创业者的赛道上面 每一个创业者都需要去仔细地去思考的